各位大家好 歡迎來到高sir正能量的時間 首先我們經常說愛回家 高sir今天做了整天的事情 都非常之累 不過高sir正能量每天都要出一集 所以高sir雖然累 但都會堅持每天製作一集 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正能量 不過今天非常之累 因為上午處理很多新公司的事情 下午至晚上都包口罩 因為有些有心人捐口罩 希望未來月底DSE的學生要應考 所以高sir都希望不斷包 6大箱 希望幫到一些同學們 雖然教育局有分配 但我知道他們未必說很足夠 所以就是撐年輕人 高sir經常說愛回家 今天這兩天 政府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局長 希望他們牽頭去接載在湖北省 或者武漢市 一些香港人 回到香港 差不多400多人 幾班飛機 大部份都回到香港 歡迎你們回到家 不過大家都是要守規矩 一定要隔離 做了安全措施 然後就是講港台 高sir不想連續兩集都這樣講港台 不過很多網民都很開心 我今天看到很多市民去到港台 好像大隻Man 開了香檳 然後就是中間有些小插曲 高sir都想分享一下 話說高sir今晚回來的時候 原先都沒有那麼晚錄影片 都想洗澡 慢慢錄 但突然有個義工打給我 他跟我說高sir真的沒有辦法 你可不可以幫我找個律師 說夜媽媽 你知道找律師 雖然高sir都多朋友 還有多律師團隊 但是如果說夜媽媽找律師 基本上都是有些難度的 尤其是青年一代律師 基本上每個人都… 雖然熱心 但也未必會幫忙 找了好幾個 終於都找到 那那個… 找律師的過程當中 當然高sir都明白的 一些義工有時候忍不住氣 我經常說忍不住氣 等於高sir做清潔感 那個高sir最重點的教育就是 大家要去忍得住氣 沉得住氣 忍得住手 不要跟人有任何爭拗 別人去撩理別人賤 別人把口臭許哲諾他的事 許哲主席孫許的事 但是我們經常叫人手法 我們不可能自己犯法 不論任何理由都好 如果我們這件事都堅守不到的話 我們又有什麼資格罵一些暴徒呢 是不是 當然 今天我也有看一條片 畫面可能會動到自己的家人 即是抱著女兒 但是 第一 我高sir都說 作為身邊的男義工 男性 一定要好好保護女性 即任何事情 動手 都是觸犯刑治的 如果保護她 你就隔開她 是不是 即是男性隔開她 這些是出於一些 即是少許智慧 少許身體碰撞 即是你隔開她 即是你隔開她 難道一個男人打女人 你隔開她 去到哪裡 喂 拍片都不會輸 但是你千萬不要去推撞別人 你一推撞別人 就是犯刑事 刑事會大罪民事 所以高sir都奉勸各位 我們一定要做一個奉公守法的好市民 就算被人去挑釁 去什麼都好 我們忍得住氣 大家都有看那個少林督球 那個魔鬼隊多矮 到最後少林隊都堅持著守規矩 因為太矮了 人們都傷了 到最後 雖然陷入一個被不夠人數 要刁斬賽事的邊緣 但是我相信只要我們堅守著信念的話 我們做的事是正確的話 最終一定會贏的 所以高sir在這裡 語中心長 去跟各位語中說 大家一定要尋得住氣 而且最重要是奉公守法 無論什麼理由都好 千萬不要出手 好嗎 然後講完這裡 高sir就想分享一下 黃之鋒 蕭若元 這兩宗的案件 以及一些年輕人的案件 過往年輕人被捕 被捕的時候 保釋 當然這個法律存在著很大的漏洞 不同的法官對保釋的事情都存在著不一 即是說有些保釋被拒 有些明明是襲警 保釋可以啊 可以保釋的 真誇張 這個大家都嘴巴了 今天就是黃之鋒 黃之鋒就說 那個要上訴 就說那個法官就不給他 就是外遊去到 即是外國去做展港 因為他說 喂 跟展港有合約 說真的 你犯法 你被捕 是不是 你申請保釋 是不是 保釋法庭都跟你說得很清楚 他讓你保釋出來 但是你不能夠去外遊啊 無論什麼原因都好 這個要在亞歸才保釋的 是吧 即是 基本上你去走的時候 即是那個 申請保釋的時候 其實你已經知道你簽了contract的 那時候你不跟法官說 現在才說 是不是 還有很多年輕人就說什麼政治答案 不關於法律條文寫在這裏 你是犯法就是犯法 所有事情都是沒有得吵的 是吧 即是好像剛才有些義工說 你雖然是人家先推你 但是你動的時候都是犯人事 是吧 沒有交曉 即是那個準則應該是 我們叫同一把尺 同一個標準才是 所以我奉勸各位年輕人 再三都說了 真的不要去知法犯法 因為你犯了法的時候 其實誰幫到你 誰幫到你 你爸爸媽媽 即是你那個 甚至乎你身邊的清卿到底的手足 說真的 就算幫你去找一些律師 即是政軍律師 其實海地背後不是收律師費 雖然說是居馬費 都是收律師費 所以奉勸 你到最後都是你會後悔的 所以高sir都建議大家 真是要去奉公守法 不要再去做任何犯法的事 另外蕭若元 今天高sir有看到很多資訊收到 有一班網民去到連署去投訴 那就是那個投訴KOL KOL就是蕭若元 蕭若元在節目裡面 就逼一些藍店去承認 自己是藍店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為什麼要投訴呢 就是來立法會選舉 因為他要逼黃藍歸邊 他就很清晰知道 他藍有多少選民 黃有多少選民 這個就構成一個選舉舞弊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 很無形看到 其實KOL大戰已經是開始了 今天我又看到一個港獨妹姓仇 又開了Youtube頻道 所以接下來我們的戰線 將會越來越激烈 如果在網上 譬如我們KOL100 甚至男人幫大聯運也好 接下來都會 之前被他們舉報 已經令到我們疲於分明 有時候要回答Youtube很多問題 所以各位網民真的要多多支持我們 還有多些分享我們的影片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接下來才會有困難的 還有接下來 即不厭其分 接下來立法會選舉 真的需要你們1 0 1票 除了登記做選民之外 一定要出來投票 接下來記得 五月頭就指了 那個選民登記 大家一定要登記做選民 大家都看不過眼 看不過氣 過往的修例事件 大家都看到區議會現在多麼亂 大家都不想立法會那麼亂 如果立法會都輸了 我們就玩完了 所以高sir再三都跟大家說 一定要去登記做選民 好嗎 即是出片這一日 就是經濟 經濟打小人 打小人 大家網民心目中 應該有很多小人 尤其是幾個政棍 王之鋒 那些港獨派 都要打贏 拖鞋 傳統用拖鞋 高sir搞笑一點 不如拿個難打 拿個難拖 拖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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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後 打小人好 千萬不要動手 我們君子動口不動手 還有建設力量 我們以德服人 還有我們做服務 去感動街坊 去村民投票 我們不是用什麼政治口號 喊口號 就可以入到什麼區議會 又不做事 又搞什麼廣獨公園 這些是不要得的 好嗎 那麼高sir聽聽了 今天分享到這麼多 明天再和大家再分享 好嗎 拜拜